因為偶一偶一他說他現在失去了一輩子的對象 他想要出國看看嘛對不對 他問說適不適合 你是要出國看什麼?病毒嗎? 現在疫情那麼嚴重你要看什麼? 自殺這個想法 你有想過這件事情嗎? 呃怎麼會 我給世界帶來那麼多光芒 真的假的沒有想過喔 我老實講 我有認真想過說 如果要死亡的話 拿一個死亡的方式比較不痛 但我想 早安 靈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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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龍心大樂 那我們準備正式開 停停停停停 OK你曾經希望找到生命中 那個一輩子的伴侶嗎? 那兩個人一起養小孩 養狗狗養貓貓慢慢的變老 是你人生的願望嗎? 對 不可能 我們今天就對這些 為了一輩子幸福而苦惱的人們 來成為我們今天的娛樂吧 小他們 對 因為有些人的問題真的很可憐 那我先問你 你覺得說跟別人一輩子的幸福 是成立的嗎? 我到現在還是有一絲絲的期待啦 可是如果硬要想的話 其實一輩子這個詞有點吊詭 因為如果我們認真講一輩子 其實是從人生的起點到終點 拿來的圖像能量 這是哲學思辨的問題 詹欣斯還要說文解針很累 可是我們現在在講的感情上一輩子 是不是指說 從我現在到餘生 對 那我覺得非常有可能做到啊 因為只要我現在在熱戀期中死掉的人不就算嗎 對 對啊 抓得到 OK 那如果回歸到 就是撇除這個極端的案例 我覺得如果是要平穩的 就是到壽命結束的時候 我覺得需要雙方的努力啦 所以這個就需要緣分跟努力 你覺得呢? 我覺得一輩子的幸福 就跟中國的民族一樣 聽得到看不到 請問你哪裡有看過 就是真正的一輩子都很幸福的 就算我跟另外一半很開心 但我們不會一直很幸福 總會有一些雲霄飛車的時間 而且我覺得有可能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情是因為 我小時候看的同志電影都太慘了 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快樂的結局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什麼得病死掉啊 或什麼家人分隔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自己是這樣啦 我其實內心是這樣子想 但我一絲絲的就覺得 我好像跟別人不一樣 但我其實是同意你剛剛說的 我也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但是你還是希望可以找到這樣的伴侶 還是希望不要跟大家一樣 我不要你們這種平凡的結局 所以那你會去想像說 老的那個場景 現在老是說想不到 喔真的喔 以前有想過 以前有想過啊 就是一個漂亮的大房子 然後我不用賺錢 兩個小孩兩隻狗 剛才前半段我有這樣想一下 我現在還在想 對啊 好希望有那種生活 問你喔 你覺得人類真的有辦法跟別人幸福的一輩子嗎 我覺得剛才講的雲霄飛車那個 我不知道到底算幸福還是不幸福欸 我們說他們可能中間還是蠻幸福的 因為我覺得幸福這個詞 大家真的可以認真思考一下 它是指終點的時候 我是不是含笑離去嗎 是這樣算幸福嗎 還是我只要生氣過就是不幸福 我覺得不是這樣講吧 我也不覺得生氣 但我覺得他們人生可能就是會觸焦 然後那個時刻他們是很傷心的 傷心到那個幸福的泡泡已經不存在了 但老實說這個可能會比我覺得好像完全都沒有那個上下起伏的 好像還算幸福 喔 因為你可以比較是不是 我覺得你有下去 就像彈簧一樣 你下去就會彈上來 可是你如果是一直很平淡的 我好像會覺得 下去可能就完全下去了 有可能啊 所以那就是一般人的狀態嘛 你的話往上 我的話會彈得很高啊 像銀色小子那樣 好可怕 所以那你自己是相信的 人類辦得到這件事 我覺得需要緣分 因為我其實想了一下 我覺得我也信 是不是聽起來很像喜歡韓劇的女生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人真的就是和 而且有一些人甚至是一見鍾情的 大學有一個很特殊的朋友 就有一次跟朋友在辯論說 到底有沒有一見鍾情這件事情 而且我記得你也在現場 那時候我覺得太荒謬了 我從來沒有想過別人會為了這種事情政變 但是因為那女的非常的正正有詞 是因為她真的跟她男朋友一見鍾情 最近就是去查Facebook 她竟然跟那個男的結婚了 而且他們就從大學一直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分開過的樣子 所以已經快十年了嘛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說 好像人類是真的辦得到的 怎麼了嗎 但我每次聽到這個我都會想說 婚後的一切真的是很難說 但他們一直PO快樂的照片 那是社區媒體 這我都會更慘 我不知道唱衰他們啦 是我覺得 高調的有時候反而會 就像彈簧一樣 在上面的人也可能有機會往下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好像要評斷一輩子只能衝 那一個人實際的感受 所以我們只能找一個90幾歲的阿嬤來問 都她已經死掉的人 你說關若鷹嗎 這集要走這麼遠嗎 因為我們好像很難去講一輩子 好吧 反正我們也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那就先看看現在大家有的煩惱好了 好 那這一位呢 她叫台南女 而且她年紀好輕 她輕到我覺得 她幾歲 她應該十九十八歲 這麼年輕 然後她現在就跟我講一輩子 哈哈哈哈 妹妹 她就說呢 她整個故事呢 她就在講說 她交了一個三年多的女朋友 因為她們考大學 所以可能會相隔不同的地方 然後因為她不斷的強調說 她的女朋友很笨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她可能女朋友沒辦法跟她一起考到一樣的地方 以這個情況下 只有她可以選擇去不同縣市 她就會責中去符合她女朋友的所在地 同居啊 或怎麼樣生活下去 嗯 然後她因為這個考量 她就在想說 到底要不要真的這樣子去其他縣市嗎 嗯 然後她接下來就換更大的問題了 她就說 因為女朋友很笨啊 女朋友會不會變障礙 哈哈 簡單來講是這樣 人生的阻礙對不對 蛋腳石 就是她怕說會不會這個起跑點的落差 她現在已經預設她們一定起跑點會有落差 欸到底你們有多笨 哈哈哈哈 我也好好奇 然後她就是 因為她是說她真的很愛她 所以她其實是很誠懇的想要知道說 她們到底有沒有辦法去work out 哦 可以理解 然後她就是擔心說 會不會這個起跑點落差 造成以後 我可能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她會變成是一個 而且絆腳石 怎麼講都講不好聽 不好意思 哈哈 我想一下 我覺得從她的心盤上看起來 因為她的一公跟時光祖星的沐星在六公 象徵說她未來的職業領域 就是她做的工作 性格發展或她的事業成就有非常重要的連結 哦 好 那這個連結就在於說 她女朋友可能選擇的職業會跟學歷高地無關 哦 可是我們這位台南女 你可能要自己想一下 因为从心门上的暗示 讲直白一点啦 反正你的木星落线 你的木星状况不好啦 然后对方像月亮跟火星 所以你可能未来会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你的内心有很崇高的理想 你也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觉得我应该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结果你在遮衣服 是非常有可能的 你是说他现在担忧 已经可能会真的发生了 对 那你现在既然知道这样 可能会迷惘的现象 我也相信你是真的很重视这段感情 毕竟他的气功能量也很强 他可能会有迁就伴侣的倾向 但是我还是建议他可以把 觉得自己很有发展的这个企图心 化作更实质的目标 你觉得你可以自己有更高的发展 你有更高的理想 那这个理想会化成什么职业 那如果这个职业需要什么样的学历 需要什么样的背景 才有办法做到这个职业 我觉得可以认真地想一下 就不要一直说抱怨说 我原本可能有更好的机会 机会是哪一个你跟我讲清楚 就他现在就要想出那个机会 而且如果他今天 我们大学选田自愿 如果他真的去迁就他的女朋友 选了一个他不是第一自愿的地方 我给他一个中顾 就是我尊重这个决定 但我觉得你拿着起来放得下 好厉害 你未来如果真的有什么 你都不要怨 因为这是你的选择 对啊 你也不要怪你女朋友 是你自己选的 这非常重要 真的不要怪 因为我们今天才结束过类似的案件 请期待大概是30 对啊 后面几书 好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纠葛 在哪里 但我的领域上来说 他需要这样的舞台跟空间 木星在处女座 他其实对于品味上的细节 对于工作的细节 就会非常的重要 会决定他的成败 对 但如果你要我推荐的话 我会建议他可以去走 可以展现他个人风格的职业 台南女希望加油 对 不要迁就 那我想要问说 你觉得别人的幸福 是可能中断的吗 会啊 天王星如果突然发挥就中断了 哇 我记得是星盘的解释 天王星如果发挥 你可能一觉醒来 发现 诶 整边的人 感觉好像今天看起来就很击掰 这有可能的 会不会可能就是他被杀 星盘看得出来吗 你说谋杀吗 对啊 谋杀在占星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类 但我个人没有非常的透彻这个领域 但他是还在持续研究中的一个专题 就是被谋杀的人 或是谋杀别人的杀手们 有可能看到的 对是不是星盘中有一些迹象 所以我可以先看伴侣的星盘 以后会杀我这样子 或是他如果被杀就可以拿遗产 都好重要 我觉得突然不爱这件事 真的是太说不准了 可能也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 才有很多人害怕吧 所以大家才会追求一辈子啊 对啊 就想说我们要绑住你的感觉 才会结婚 但现在他们发现说婚姻开始没有用咯 很容易离婚咯 台湾其实很难离婚啦 但这是另外一个法律 台湾很难离婚吗 因为你要两个人都同意才能离婚 但台湾的离婚比例非常高 因为最后都会闹得很决裂 他们都要把缘分弄得很断裂 你把他讲得好美 就这段缘分要到很断裂的时候 通常离婚才会 就很难好聚好散我觉得 好吧 散选对方哦 那接下来呢 这个女孩叫做OiOi 天哪 大家不要乱取名字 OK 他说他身为一个母胎单身 然后他在31岁 教了一个处女座的男子 然后就努力哦 就是要跟对方 就是走了一辈子 他知道这个几率非常的低 结果呢 还是真的失败了 所以他目前就是 努力的在疗愈自己 然后迟迟的 没有办法放下对方 然后所以他就开始思考说 还是我就借机就跑出去国外好了 去发展看看好了 会不会比较好 就我们刚才前面是一个 对一辈子是有想象的 这个是尝试一辈子失败的男孩 女孩你觉得 因为OiOi 他说他现在失去了一辈子的对象 他想要出国看看嘛 他问说适不适合 你是要出国看什么 病毒吗 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你要看什么 就是工作机会啊 或看世界啊 I don't know 他的心盘中的比较特别的相位 出国国外事务的酒公 水星呢 他是处于一个空相位的状态 空相位就表示 他没有跟其他行星有互动 所以说 所以言下之意是 你如果想要出国 我觉得可以啊 你可能会有一些 出国方面的收获 可是我觉得 他会跟你现在遇到的困扰 都无关 完全没关系 就你不要把他想扯在一起 他其实是无关的 他其实是独立事件 就很像分手后 大家很想剪短头发 然后以为心情会变好 没有 那只是剪这个短发而已 对 然后回家就发现 太短了 发现没有长 那你觉得他适合哪一种对象 看他的心盘 哇 这边OiOi 他是少数我一看就想说 你真的要结婚吗 你的恋爱好像会蛮坎坷的啦 真的假的 因为他的月亮跟金星 都受到非常多 副相位的影响 那通常我可能就会请 偶一偶一回去想 他自己跟父母亲 或者是尤其是跟母亲的关系 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在爱人跟被爱的感受上 从金星跟月亮看起来 是有受到一些阻碍的 创这样的人容易有 过度依赖的倾向 就是什么恋爱依存症 或者是 就觉得我没有对方不行 或者是逃避 其中一种 可是这两种在恋爱中 都是不算太健康的关系 那以刚刚他的故事来讲 听起来他可能有一点 恋爱依存症的倾向 从他的心盘会给他的建议是 我们先完善自己 我们先让自己 有爱自己的能力之后 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太难了 我跟你讲 他听不进去啊 他就觉得说 他可能小时候就缺失那一块 他就很想要在对方中找到啊 那我告诉你 适合什么好了 你适合不要有个太委婉 或对方怪里怪气的人 然后对方要跟你一起 共同稳定这段关系 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这样的男性 会比较符合你 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对 两个人愿意一起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也愿意让你依靠 对 然后他也有心 想要稳固这段关系 因为有一个朋友 就是玲玲 然后他之前来我们节目上 他就有分享 令人讨厌松子的一生 然后这部电影就是 有一个女生 她就是非常疯狂的付出 然后玲玲呢 她到最后 整部片看完 那个松子过这么凄惨 惨死街头 玲玲还是想跟松子一样 因为她说 她就是这么喜欢 为了对方而付出的一个人 她说 一百种人就一百种选择 为什么我这个选择是不可以的 然后只是说 对方也要能够明白 而且要珍惜我的付出的人 我觉得我才愿意为她付出 因为她以前可能付出的对象 不珍惜 所以她就持续受伤嘛 所以我觉得她现在 很蛮明确的目标 虽然不好找 但是我觉得她至少知道说 不要再让自己受伤了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我也觉得是 而且其实 占星或其他神秘学来说 其实到底可不可以人定胜天 人可不可以改变命运 这件事情都一直 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嘛 所以假设我今天 从星盘看到你是这样的人 那我到底会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是 要你去改变吗 还是不改变呢 其实我自己是 比较倾向命定论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 这是你的课题 你的个性就是这样 可是今天通常大家会来写 新闻问题都是因为 大家对于自己 这样的自己觉得 很迷惘或是觉得 不满意 对啊 或想要改变的话 我就会 可能从星盘中给你其他建议 去看怎么改变吧 但我觉得 算了 哈哈哈哈 事在人为 就是 努力让在 这个情境下的你舒服一点 对 好像比较重要 所以刚才你那个态度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嗯嗯嗯嗯 怎么做到底这样 希望那个 哦 有力才有 对 那我想问你哦 你自己面对 失去重要的东西 通常会怎么面对 先检讨别人 或检讨社会啊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是什么结构性的问题 害我失去了这些 人事物 真的假的 不可能 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失去重要的东西 这个问题很大 可以试举例吗 再写这一题 我想到的其实都是过去的恋情 以往的我都会先怪自己 我会觉得说 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 然后才 让这个关系走到这一步 因为我觉得大家否定这个答案的人都太愚蠢了 我一定做了什么吧 怎么可能大家就跟我说 不是你的错 我一定做了什么吧 大家 我肯定做了什么吧 可是就是大家很容易就想说 哎呀安慰你说 你一定没做错事 但我觉得你必须跟他讲的是说 关系是两个人的 所以其实你肯定做了什么 但对方也肯定做了什么 这是你们两个共同创造的一个过程 那个时期的我从小培养到大的 就是怪自己怪自己 后来开始发现不是了嘛 所以我觉得至少我有个心态上的转变 是我在面对失去重要的东西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有变得 让自己更舒服一点的倾向 所以恋爱的对象是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人 每一段都是吗 没有没有每一段 谢谢 我觉得小时候在家里没有得到 应有的依存感好了 我觉得可能会跟刚才那个 哦应有应有点像吧 你刚才笑他 因为我走过来可以笑他 因为家里没有得到那种紧密的感觉 你会期望在伴侣中得到这种紧密感 所以你就会在这边一直疯狂的找 但是如果这个其实不适合你 但你还是会希望他就是那一个人 多愚蠢啊以前的我 然后就是在那个过程中 你就会把他视为很重要的 但其实他在你生命中 说明真的只是一个过程 就是我觉得 重不重要 可能真的是你当下去怎么想这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就觉得我的摩托车超重要 因为他是我的发财工具 那我可能就一直看着他 不需要摩托车的话 那就不重要了 对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真的这么重要 就除了我之外 谢罗 我是真心的这样觉得 真的吗 所以如果自杀这个想法 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怎么会 我给世界带来这么多光芒 真的假的没有想过 我老实讲 我有认真想过说 如果要死亡的话 拿一个死亡的方式 比较不痛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 说要结束生命了 吓到你们了吧 也不会吧 应该蛮少人会想要 认真的想自杀吧 我这题对来讲蛮困难 但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就是面对失去重要的人事物 会怎么面对 我可能会 目前的想法会觉得 所有事情对来讲 都是拿着其放得下 或是推给命运啊 这是注定的 不是我的问题 也是有可能 因为我刚才讲执着 就是我小时候觉得缺失 然后什么时候一直在寻找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执着 可是现在我也是 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就这样了 可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有啦 就是你们有很重视的人事物 好像还有一个哦 他叫Aniki 是大哥吗 没有是你一个女孩哦 曾经就离过两次婚 然后没有小孩 然后结果他现在突然发现 他找到一个男孩 他觉得简直是命中注定 而且他跟他生日同一天哦 有趣的是 他们两个都是双外遇 所以他觉得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他觉得他们要继续走下去 一定会很辛苦 所以他想要知道说 在一起会幸福嘛 你说双外遇的状况下 对 然后他一直说 他们身体很合 大家好像很爱强调这件事情 他们两个都射手座对不对 对 没错 我觉得因为他有提供 Aniki有提供 他跟他男友的星盘啦 对 我觉得从星盘上看起来 他们真的真的非常的有缘分 怎么说 因为他们的生日同一天 都是射手座 但他们灵魂的发展方向 非常的不一样 Aniki他的星盘着重在 我们星盘其实可以画出四个象限 听不懂 反正星盘可以画出四个象限 可以造成人生的发展 那Aniki呢 他的星盘着重在二三象限 就是他比较重视 他的灵魂是希望可以跟他人的连结 跟他人的合作 来成就这一生的功课 可是他男友 着重在一四象限 跟他完全相反 他男友是着重在自我意识的成长 或是对社会的连结 跟对社会的贡献也好 的这样的领域 所以他们的星盘 其实灵魂的功课 可以算是互补的 所以其实算是蛮有缘分的 那我觉得他今天问了一个问题 很玄妙 就是他说他们适不适合在一起 Aniki可能要先理解说 你们双方承诺对方什么 你们双方追求一个稳定 共同支持的关系的话 那我偷偷帮你看 他的男友是精心磨叠 六分项土星 我相信如果他的男友 准备好的话 可以跨越土星 给他的限制跟担忧 会给什么限制 土星会给他一个 务实层面的 或是内心 小时候缺乏的 的一些恐惧 会让他拒绝承担责任 可是因为六分项的关系 我相信如果他男友 准备好的时候 他会愿意为了这段感情 去承担责任 如果在这个状况下 我就会认为他们蛮适合 走下去 所以也要等对方准备好 所以Aniki听起来 是准备好的意思吗 Aniki的精心天蝎 会很需要情感上 跟突然有个激情上的交流 一直强调他们性爱很合的话 那我就会回答刚刚的问题 就是他们双方 有没有给互相承诺 以及他们的爱 有没有责任 彼此之间 到底要谈好怎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有共识 我觉得他们对于 什么双劈腿那个 我倒是觉得还好 我也觉得还好 因为他男友的火星 四分像木星 又四分像土星 反正他在快乐扩张 往外扩张之余 其实伴随的就是 也许会有后悔 也许会有压力 那如果你们愿意讲清楚的话 就蛮容易走一辈子的 走一辈子也不好说 但我觉得他们会适合 走在一起 因为他毕竟离婚两次了 听起来也没有 真正走一辈子 但他现阶段 很喜欢这个男孩 如果是双人咨询的时候 我就会认真地问他们说 为什么要双劈腿 我也蛮好奇 因为你觉得这个人这么适合 那另外一个人 是离不开的吗 还是说另外一个人 钱很多 那我可以明白 他们两个相位的缘分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可以补充 就是他们的月亮 有一个很紧密度数的对分享 也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 不好去想出一个 可以运作的模式 去符合双方的内在需求 因为他们内在需求太不一样了 那他们什么意思 所以我才想问他们 你们有承诺对方什么 或是他们两个 自己觉得这段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他们需要讨论 他们一定要花时间讨论 因为他们很难去想出一个模式 去符合两个人的需求 所以比起问他说 我们可以再一起一辈子吗 我觉得刚刚那个问题跟时机 加油兄弟 兄弟加油 听起来蛮大的问题 但至少现在打泡还蛮舒服的 是好事 那我想问你 如果目前你已经已婚 那你突然遇到一个 你觉得是命中注定的对象 你会怎么做 头来按去 真的 我想一下啦 我应该会没办法像平常表现的一样 那么洒脱啦 我觉得我会认真需要一段时间去 认真的思考说 我现在感受到这个命中注定 是不是一头热 对 还是因为他展现了什么特质 是对应到我的需求 是我现在的婚姻没办法给我的 这个机会来做个反思 那至于要做什么选择 我觉得要看状况 但我个人比较不会两个都拿 但我知道有人会这样做 但我比较不会 而且我有可能会跟婚姻的人 共享这个资讯 如果他不是一个会家暴的人的话 如果他说我就 我就跟大家听众讲就好 太厉害了吧 对于追寻那种生命中的 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这些人们啊 你觉得想对他们说什么 天仙男生现在找我 你这么爱天仙男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追寻 命中注定的人 还是回到那句 我觉得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拿着其他放得下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在等 或是我在追命中注定的人 那如果等不到 你就不要怨天有人 压运了 好厉害 谁好的吧 才没有 OK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 真的可以给你 所谓的舒服跟快乐 那个东西其实是源自于你自己的 所以只有你自己可以提供自己这件事情 而且当你自在之后 你身边那里也会跟着很自在 然后那些人自然会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吸引力法则的感觉 什么花字香 什么蝴蝶跟蜜蜂就会来啊 就是这样 我们最近很复古 那希望你们这些人就是 在追求幸福的路上是快乐的 有一些人其实到最后 他们才发现说 他其实喜欢的是追逐幸福的路上的自己 而不是真的找到另外一半 有时候找到会失望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追寻的希望感觉 好像说不定有些人 其实要的就这个而已 对说不定我也是哦 那就希望大家快乐了 OK如果大家很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去节目资讯栏寻找 donate我们的方式 没错 然后如果呢你还有人生的困扰 欢迎来信给我们 没错 那欢迎大家都要看节目资讯栏了 那希望大家人生是在 晚安 晚安 请不吝点资订阅